好的,我们讲到这个软弱有圣灵帮助 刚才说这个软弱 现在说人很多方面的作为啊,思想啊 意念啊,目的啊,都是用人的方法 所以都是软弱 最强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用自己的方法的看法 圣灵的帮助 如果人都是用人的方法生活的话 后果是,就是不是葬神神的荣耀 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改变 但神有这个能力,现在我先用出来了 一个刚硬的人 祭祀的人,在人来说不可能改变的 我们遇见有些刚硬的,很难很难改变 但圣灵有这个能力 当祂临在人的时候 耶稣在哪里 藏在耶稣里面,耶稣就藏在祂里面 这样就多结果子 祂在哪里 祂就改变这个生命 刚才你说的是 圣灵就帮助我 所以我就禁止祷告,我就改变 这是你的改变 还不是圣灵的改变 你是说,神感动我了 我就禁止祷告 其实你会禁止祷告,我会这样说的 起初我不知道这个路气的问题 圣灵就感动我,我知道这个路气的问题 然后圣灵在里面,令我对这个事情很关心 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就感动我 让我知道,我不能靠自己 必定是靠神,神的能力 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神临到我身上 感动我去 禁止祷告 当然禁止祷告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发生的 这是因为我的身体软 我是神的灵在做工 这样我改变 这样神的性情放在我的里面 神的游和就来到了 神的游和来到我身上 我就不再发露了 我就觉得不需要发露 因为神的游和谦卑 令我觉得不要紧,不要紧,不需要发露 很轻轻送后,神必定帮助了 所以我就轻松的面对这个事情 神就改变我 本来是容易发露的 现在就不会这么容易发露 我会,其实我会这样说的 首先是神改变了我 让我知道这个发露的不好 而且神的灵也给我们动力 神给我这个生命 这种平稳、安静、游和谦卑的动力 然后我呼应神了 我禁止祷告的时候 这个能力就更大 但其实为进去祷告 神已经改变我 在改变我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整个过程改变 从不知道发露是问题 首先第一步 知道发露有问题 知道发露有问题 还没有这种平稳、安静、游和谦卑 是神的同在来到 要改变我们 让我们感受神的平安 神的轻松 神的喜乐 平稳、安静 我们就开始不想发露 然后神也感动我们 需要为这个事情 进去祷告 当我进去祷告的时候 神的工作更大 因为我放下我的肉体了 进去祷告的时候 神就感动我 更知道真的神 我什么都不能够 有人得罪我 我就没有能力 我就发露 但神现在一步一步改变我 帮助我 理性上知道发露没有用 另外是里面 已经有一种平稳、安静走出来 就不会想出发露 有发露的时候 圣灵就马上提醒 发露带来更大的破坏 我现在去形容这个 过程 神做了多少次的工作 例如其他的事情 例如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很多事情的看法 一个人贪钱 你想改变他 不要贪钱 实在太难了 这个人 很看重 要结婚 你要改变他 结婚不是最重要的 实在太难 因为人的固执 人的价值观 已经在他里面 非常的稳固 但神就是有这种能力 有些人都去探财 探爱世界 神会感动他 他里面就 非常的感动 哇 这个世界上很多 虚伤的人 他们都很苦 圣灵就感动他 他就看到他们的需要 神啊 他们这么痛苦 这么困难 而且没有永生 里面就被神改变 就说 神啊 原来你这样怜悯他们 里面就有 神就上出这种怜悯 当我们有这种怜悯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继续鼓励我们 你怜悯人 你就开始有行动了 你开始去关心他们了 向他们传福音 帮助他们了 但可能我们说 太难了 这些很难很难了 但神还是继续感动 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帮助这个人 他变得喜乐 满足 有神改变 非常好 所以我就有动力去帮助他们 怜悯他们 拯救他们 这个我是形容出这个过程 从对他们不关心 开始关心 但关心太难了 怎样神就给我们这个能力 动力 其实这个能力包括 动力 能力 也可以包括帮助 也可以帮助 属灵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神迹其事的能力 神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软弱 罪恶的思想变为有平安喜乐 怜悯人的 这样的话更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用人的方法 就是说这个人 他很努力 但如果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言语都是充满神的美善 人看到我们的作为都是说 神这样改变我 神也可以改变你 神这样我的思想改变 神也可以改变你的思想 这样的话人看到你的喜乐 轻松 神是很喜乐的 我们做什么美事 他都很喜乐 所以我都开心了 哈利路亚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生命 就彰显神这种轻松喜乐 有爱心有怜悯 平稳安静的心 这样的话人听的时候就说 神啊你真美好 世界有谁能像你 没有人能像神 这是我我自己去看到 哇神的美善真好 真好真好 其实我今天向你们解释的时候 神刚才也让我看到 这些一步一步的改变 这个也是我的进步 这个过程我一边讲 神就一边提醒我 我感谢神了 这个这是感谢神 神在带领 神在带领 这是帮助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只看到十分之一 现在神让我看到更多更多 但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神让我们看到更多 因为当时神就说 你知不知道我怎样改变这个人 我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怎样为你开路 你知不知道我怎样改变你自己 怎样将我的喜乐平安放在你里面 当时我们就说 神啊我现在才知道 但希望我们现在就开始知道更多 其实我会这样说的 就是 当我们每一天思想神的美善 我每一天观察神的美善 我观察神怎样感动我 也观察神怎样感动你 感动你 我看到神怎样改变人 怎样感动他 改变他 我看到每一个人 我都说神了 你真美善 你真有能力 我就看到神改变每一种不同的人 我就 里面就涌流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圣灵的涌流 这个也是帮助 圣灵的帮助作为里面 其实普通话不是我第一个语言 我感谢神能够用普通话 能够 交流那么多 这个就是神的机会 聪明 透过 本来不是讲普通话的人 能够讲出来 这个就是神的美善 神的机会聪明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 还是你里面真的说 神真美好 看到神每一样作为 我们都说神你真美好 欣赏神的美善 我们就 生命被他改变 你就 不想别人不看到神的美善 很想将神的美善形容出来 每一次我形容的时候 神都给我更新的机会 形容出来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 这个思想神的美善 这样发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